中央财经大学 每过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正是我的那两位中国的朋友 要我帮他们辅导考验英语 米瑟利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她每次都十分认真地准备课程内容 并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宿舍 为他们解答疑问 还时常和他们用英语交流 帮他们营造学习氛围 三个女孩很弹得来 他们渐渐熟悉并且感情越来越好 经常一起学习 一起吃饭 相处得很融洽 偶然一天 米瑟利看到了学校贴着汉语之心比赛的宣传海报 想要参加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于是 她向两个朋友征求意见 请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 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叫汉语之心 然后我想唱准备首歌的时候 我不知道唱什么 所以你们帮我挑一首冬风的歌曲好不好 好 谢谢 两个女生便陪着米瑟利练习歌喉 还有汉语 并为她精心挑选了一首 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 不明白的歌词 也细细地为她解释清楚 诶 等一下 这个多少神经的葫芦 是对你倾诉的心中的爱慕是什么意思 哦 太明白了 葫芦笙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种歹足乐器 倾诉爱慕就是 男方向女方表达一种喜爱之情的意思 哦 原来是这样 你好 我明白了 渐渐地 米瑟利不仅唱歌进步 汉语更是突飞猛进 到了海选那天 米瑟利以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折服了评委 顺利地进入了初赛 三个女孩都高兴得不得了 两个中国朋友又为米瑟利挑选了一首 《在水一方》来参加初赛 米瑟利喜欢把准备好的节目 先表演给他们看 而他们也总是认认真真的替米瑟利审核节目 给他诚恳的建议和热情的鼓励 米瑟利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的支持都帮助我一定走不到今天 真的感谢你们 你们的结果出来了没有 我们下午结果也出来了 我们俩都口上了 对对对 谢谢你们 谢谢你 我们的好成绩又你的一项功能 没事 是好朋友吗 我们下午结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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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现在的我偶尔还会想家 但是他们的关怀和帮助 让我倍感温暖 更给我前进的勇气 他们两个是我来到中国以后 最先认识的朋友 我相信更会是我今后一辈子的朋友 谢谢大家